我们来看到由台湾华航跟新加坡虎航 联手成立的廉价航空台湾虎航 预计9月26号就会展开首航 并且来往桃园跟新加坡 而且明天中午开始就会开放订票 预计要释出1万张单程机票 而且票价只要888 台湾第一家准备开航的廉价航空 班机已经抵台 要为9月26号的首航做准备 30位机组员也进入最后三个礼拜的飞航训练 就是要打响第一炮 台湾虎航开出价位台币888 飞往新加坡的单程机票 目前市场上有三家廉价航空 新加坡虎航库航和捷新航空 都是经营台北往返新加坡的航线 单程价格约落在2000多块到4000多元不等 行李餐食都要额外加钱 台湾虎航的鸡上餐店 会以金瓜米粉等台湾美食为主 行李托运费则是15公斤650元 但是特惠价之后的实际机票价格 台湾虎航似乎还没定案 9月2号中午预计释出万张以上 单程888的机票才预约登记 起飞时间上午10点 回程时间则是下午3点多 时间带具有优势 不过目前三个月内都还只靠一架飞机营运 机队要扩边补齐到8架才会开始回本 优电TV陈军姐 岳嘉尼台北报道